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圣经 以赛亚书8章19节 有人求你们,要你们问问那些 口中念念有词的巫师和算命先生 他们要说 人总得像各色各样的鬼魂请教 为活人求问死人呀 你们要这样回答他们 要听上帝的教会和法律 切不可听从巫师和算命先生 他们所说的话对你们毫无益处 人将到处流浪 要经历艰难饥饿 在他们饥饿的时候 他们会发怒咒骂 他们的国王和上帝 他们会望着天空或凝视地面 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患难和黑暗 以赛亚书第8章的背景 是当时南国犹大因为畏惧北国以色列 与亚兰军的结盟 以至南国犹大想要投靠强国亚述 一向领受上帝赐福带领的南国犹大 面对联军的恐惧中 以自己的说法和方式来说服自己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解决之道 亲爱的朋友 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明明知道不对 但却要强词夺理地来说服自己和别人 以认同自己的做法 有两位兄弟为了抢一支玩具枪 正打得不可开交 这时虔诚基督信仰的父亲 在一旁看了说 别打了 难道你们忘了圣经上教导我们 要爱我们的仇敌 这句话吗 话刚说完 只见做哥哥一边和弟弟继续作战 一边扭头对父亲说 爸爸 他又不是我的仇敌 他是我的弟弟 说完 两兄弟又扭打成一团 今天的圣经 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 你们要这样回答他们 要听上帝的教诲和法律 切不可听从巫师和算命先生 他们所说的话对你们毫无益处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不想顺服上帝话语时 我们总是会找出千百种理由 来合理化自己 抵挡上帝 想想 爱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失望 愿上帝帮助我们 一起谦卑地寻求圣经的真理 也提醒自己真心乐意 遵行上帝的话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Ama视频》 电视频》 嗯 Diet文 Spain 了 money